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和小猪,我要和小猪佩琪一起来设计一个发枪 发枪,发枪 对,发枪 你们自己会做呀 我们要设计呀 是吗,要亲手为自己设计的 对呀 那我就要看看你们设计的漂不漂亮啊 哦,这个呢就是发枪啦 哇,这是发枪,现在它上面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啊 哦,给小猪佩期待是不是 哦,这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呢,有一些饰品 我们要为它沾上 然后这边有胶水 嗯,再还有蝴蝶结 超年的胶 哇,这么漂亮 知道这个是往哪贴的吗 这个呢,是往这上面缠的 对,不是缠的 嗯,是沾上去 快来设计一下吧 好,我们要先 这个呢,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这个呢,我们先把这个胶水打开 先打开胶水啊 一会沾手了啊 我们可以盖上盖子 妈妈,这个干得好快啊 我们需要把它剪开 妈妈,这个是缠的 一圈一圈 这个是沾上的吧 沾不上,你看就是有筋出 是吗,那你就缠吧 这有点短啊,缠 我试看了吧 先把头先沾上 妈妈,我先看能不能缠完 好,那你就先把胶水沾上 把头沾上 把头沾上,然后那边就开始缠 先把一头给沾好它啊 妈妈,沾我手上啊 快快快,快沾快沾 不是妈妈沾上的 好了,开始尝吧 等一会儿,我给你抹胶吧 这个胶沾非常绵 所以呢,我来给你把它先沾上 好了,我们把这个沾完了 就插这个了 这个粉色的彩带沾完了 下面沾这个金色的彩带啊 金色的彩带从哪儿开始沾呢 咱们也需要从这儿开始沾吧 好,咱们下来尝一下啊 好了,我先把胶给它抹上 这个好像不沾呢 这个好像不沾呢 然后呢,一圈一圈的这样把它沾上 沾上 好了,看看,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看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就贴好了 看看,中间是金色银色的彩带 啊,下面就开始贴这些漂亮的鑽石咯 我们先在上面的蝴蝶结 看看,这个蝴蝶结贴在哪个位置比较漂亮 捏的时候,把它沾一下 对,它就不会拉湿了 你要贴在那边 哇,贴上 哎呦,哎呦 好啦,我们把这个贴完了 沾上,不是贴啊 沾上了 然后呢,我们就 下面开始沾钻咯 嗯 你要往哪沾钻 然后就把胶沾在上面啊 妈妈,你就从这地方点几个点 然后就往上点点 然后就沾 一个 离多近呢 这点有点拉湿 快沾 快沾,一会就干了 焦 我先贴一个绿色的钻 然后再贴 这个应该贴在边上好看吧 大花贴在上面 中间 然后下一个 上面我会要贴 妈妈,没了 你没几个 你要往哪贴呢 嗯,要往这 这一条 都要贴 要贴这个大的 好 好 好漂亮的爱心 红色的大钻贴一个 好漂亮 红色的宝石比较漂亮 这个贴的有点太小了 小的应该贴在边上 可是它已经碾上了 咱们就不改了 这边 先听一朵花 红色的 红色的爱心 好 看看我们把这个做完了 给大家看侧面呢 这样能看到什么呀 哦快看这个漂亮的发夹 是它们自己设计的 小猪佩奇觉得怎么样啊 给它带个试试 然后你再带个试试好不好 哇塞 好漂亮哦 对它来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了 对呀 我看你带这好 头转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哦 太转的太大了 嗯 在这边 对 来 嗯 来个特写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 发枪 非常漂亮的发枪 好 放在这里 是我们亲手做的 嗯 跟小猪佩奇一起做的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 拜拜